135 中國證券報 震盪不改萬牛持續積極配置 201507 投機導航J07 蓋明玉 金牛基金組合第四期基金配置明細基金組合 資產類型配置比例基金代碼基金簡徵配置比例積極型股票 雷九十 百分之二十一萬三千零八保盈資源優選股票20 百分之六十三萬零一 華商主題精選股票20 百分之二十三萬三千零九大摩多因子策略 股票20 百分之二十七萬零二十一廣發聚稅股票十五百分之十六萬六千零九 中歐新動力股票十五百分之貨幣類十百分之二十七萬零四廣發貨幣 A 十百分之穩健型股票雷七十百分之五十一萬九千零九十三 新華專社品質企業股票二十百分之七萬零一十三 加實研究精選股票二十百分之十六萬一千零五 富國天衛成長混合十五百分之六十三萬零五 華商動態阿爾法混合十五百分之債券雷二十百分之二十萬二千一百零五 南方廣利回報債券二十百分之貨幣類十百分之零五零 003博士現金收益貨幣十百分之保手營股票雷五十百分之三十二萬零六 惡抗靈活配置混合二十百分之零七零 002加實增長混合十五百分之十六萬三千四百零二 輕存趨勢投資混合十五百分之債券雷四十百分之十一萬零七二方 現金增利貨幣A 十百分之住 金牛基金組合第四期始於2015年4月9日 金牛理財網革命肉上週市場持續震盪反彈 週五在上供4200點關口指數受壓三十日線後震盪回落 具體來看 上正中指上週上漲百分之四點二一 烏森三百上漲百分之二點三九 中正一百上漲百分之零點三六 中正五百上漲百分之六點九七 中小板指上漲百分之五點九三 創業板指上漲百分之六點六三 在此環境下 金牛基金組合7月9日已開始加創 上週整體業績持續靈例 積極型組合上週上漲百分之九點四二 穩健型組合上漲百分之七點三八 保守型組合上漲百分之四點六 截至2015年7月17日 三組合至構建2013年1月1日以來 其間成份基金及配置比例調整過四次 正值積極型上漲百分之一百零七點五四 穩健型上漲百分之九十五點五 保守型上漲百分之五十二點二八 今年以來正值分別增長百分之四十五點二七百分之四十五點一九百分之二十九點三 總體來看 金牛基金三組合收益風險屬性定位清晰 業績中長期走勢相對穩健 雖在前期的股災上正值受損嚴重 但經過後期及時的家倉及基金的調整 使得正值快速恢復業績整體表現出色 量化指標依然看好 A股中長期走勢 而且歷史數據驗證該指標在大類配置方面中長期指示作用相對正確概率較高 因此短期依然維持積極配置 在大類、股票類、債券類、貨幣類、配置方面 我們內部構建量化窄時指標 當前該指標依然顯示權益類市場機會大於風險 且近期監管曾連出金牌救市並成效顯著 再投資機會難得 各個組合將積極加倉應對 以獲彩較佳的收益 積極型 適宜人群 收益風險承受能力較強的投資者 穩健型 適宜人群 收益風險承受能力適中的投資者 保守營 適宜人群 收益風險承受能力較低的投資者 三組合在2015年7月9日加倉權益類 持續減持債券類及貨幣類倉位 具體配置比例如下 積極型組合股票類基金配置百分之百 穩健型組合股票類基金配置百分之百十 債券類基金配置百分之二十 且為股性較強的二級債機 保守營組合股票類基金配置百分之七十 債券類基金配置百分之三十 基於當前的市場環境 我們重點推薦積極型 穩健型組合成份基金方面 對於權益類基金 基於國內經濟轉型創新的大環境 總創業版中小盤中長期的機會或大於主版 且經過前期的暴跌中小風格的基金風險有所降低 配置型投資者仍可重點關注 權益類基金建議重點配置中歐、華商、 會添付其下的產品 債券類基金方面 基於股票牛市的大環境 重點選取股性較強的二級債機 譬如博士、二方達、南方 見信旗下的部分積優二級債機或轉債基金 以提高收益 貨幣類基金方面 作為流動性資產緊配置百分之十 主要關注資產規模領先 流動性較好、收益率穩定的大型基金公司旗下產品 主要關注廣發、南方、博士、二方達旗下的貨幣基金 短期來看 上週反彈雖受壓三十日線後震盪回落 但不改中長期慢牛行程 在貨幣政策寬鬆與其不變和改革紅利驅動下 市場強勢格局長期將延續 短期可能震盪但回調也為低倉位投資者提供再配置的良機 建議基金的投資者提高倉位 握著機會積極配置以待反彈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